先会爱自己 再去爱别人 欢迎收听阅读查方 你同意了 林若峰语气里满是压不住的雀跃 我再次点头 默默抽回被他抓住的手 好 好 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负你 明日老将军就会带着将军夫人和长子来落城 到时候我去请献老爷做主 让妹妹去认亲 到时候你你就先别出来 你长得这样好看 我想应该是随了将军夫人 莫让人认出来 我心里一动 听说将军夫人曾是京城第一大美人 那就是我的娘 我打断她的话 默玉呢 明日妹妹就要去认亲了 我想再看一眼 林若峰神色一顿 警惕地看了我一眼 哦 我收起来了 现在太晚了 去哪也不方便 明日再看吧 说完 就急急忙忙交代了几句 也不管我有没有听清楚 就跑出去了 估计是急着去跟林若雪谈论 明天该怎么办 才不会露线 看着她离去的背影 我抽出手帕 轻轻擦拭了嘴角 眼住冷笑 两月前 威武老将军带着夫人和长子班师回朝 可回家后才发现 自己千交万宠了三年 之后被留在京城的女儿 竟然不见了 守在家中的老夫人 两眼汪汪 儿啊 你是去打仗啊 若是这是传出去了 扰乱了军心 如何是好啊 老将军放声痛哭 娘 孩儿日日在杀场杀敌 就拼着一口气 只因为念着家里的母亲和爱女啊 而将军夫人当即就晕过去了 将军俯乱作一团 这消息也传到府外 当初将军携家眷外出打战 留下的嫡女就被封为了常乐郡主 不让外人看清了 可如今却不见了 当今天子大手一挥 让仓国上下帮忙寻找丢失十二年的常乐郡主 赏金万两 我颤抖着手 拿着桌上的茶杯清敏一口 压下心里不由升起的胶着 现在还不是回去的时候 我不能用现在这个妓女的身份回去 我还要给爹爹报仇 所以要好好打算 林若雪想冒充我 正好解了我的燃眉之急 从我记事起 我就叫齐云昭 爹爹是九阳城的商人 叫齐如海 爹爹说 那年她到京城卖一匹货 在半路上看到一个小丝 鬼鬼祟祟抱着一个东西 扔到乱葬岗 她等人走后 跑过去一看 是个女娃娃 面色乌青快窒息而死了 她心怀不忍 就把她捡回去养了起来 一养就是十年 她怕我小姑娘家家地被人欺负 所以不打算成亲 招招不用担心 爹爹只喜欢钱 原本就不打算成家 现在有了你 是意外之喜 是上天可怜我 给我的宝贝 她开人一堂 广施善舟 想着给我基辅 九阳城里来了位京城的大小街 行动之间就作出一首诗 她看得眼热 是农工商 爹爹呀没什么本事 大字不识几个 只会赚钱 一身的铜臭味 可别嫌弃爹爹 她说 小姑娘也要识文段子 她怕我胸无半点磨 若被人欺辱而不自知 所以我自小就能读书 琴棋书画 虽算不上精通 却也有略通一二 只是祖母临终之前 吊着一口气 逼迫她要娶妻生子 传承香火 她才不得已应下 后娘是她看上眼的 张巡抚家的庶女 因为家中白氏守孝三年 一十九还未成成亲 但嫁给爹爹 也算是下嫁了 我知道 她是看中了爹爹的钱财 爹爹也知道 却无可奈何 笑之一自压死人 爹爹的新娘子 很不喜欢我 什么阿猫阿狗都捡回家 生得个狐媚样 莫不是哪个 不干净的贱人生下来的 成亲不到半年 爹爹便重病缠身 我是偶然间才发现 原来是巡抚一家 给爹爹下毒 可为时已晚 病榻前 爹爹把墨玉交到我手上 交代我去京城寻亲 交代完 她双眼含泪 我死了 我的招招可怎么办哟 还那么小啊 她留了大半家产给我 让我一生衣食无忧 可惜她走后 其家所有东西 便被巡抚大人占了 爹爹交代好的小厮也反水了 忠心的下人则被杀了 而我则被世事 看不惯我的巡抚树小姐 卖到了洛阳城的万花楼 其家的老管家 骑了快马找我 想要告诉我 爹爹那日出殡了 说是长长的街 洒满了白色的纸钱 可还未守孝 老宝就给我戴上了红花 我万般周旋 才得以歌迹的身份 掀苟活着 爹爹不曾想到的 她原想让我学上一身记忆 能傲然于天地 没想到 却在那烟花之地里 又救了我一次 一身欲遮未遮的白衣 他们说是假清高 我抱着琵琶 坐在万花楼的台子上 台下满是令人作呕的垂涎 我还是紧紧护住了这件白衣 而当下 林若雪站在我面前 指高气昂 让我脱下身上的衣裳 将军府没有对外说 郡竹有什么特征 她倒是聪明了一回 担心我身上有什么胎记 是她没注意到的 生怕自己露线 当不上将军府的大小姐 倒是机灵 可也掩不住那点蠢样 而林若竹自诩千千公子 却在她妹妹欺辱我时 选择视而不见 林若雪轻蔑地上前 拉扯我的衣裳 装什么呢 不过是个妓女 怎么 在妓院里脱的 在这里就脱不得了 林若雪嘴里骂骂咧咧 看了半天 发现我身上什么印记都没有 只有眼角有一颗红痣 才放下心 你想办法 把这颗红痣去了 她眼神怨毒 语气却是痛快 从将军夫人肚子里爬出来 又怎么样 以后我才是将军府的嫡女 我目送她离开 心里感觉满是厌恶 她恨我 是因为她的未婚夫 曾经去逛万花楼 竟然痴迷台上的我 甚至闹到与她退婚 而这些事 我是到林家才知道 我何其无辜 可林若雪就是恨我 针对我欺辱我 林若竹也让我事事忍让 说我对不起她 将军一行人 很快就来了洛阳城 我远远瞧着 将军夫人雍容华贵 容貌美艳 果真 我和她很像 她双眼勤着泪 又喜又悲 拉着林若雪前后看着 心疼地问她 这些年过得好不好 苦不苦 林若雪不知道找了什么办法 在眼角点了一颗红痣 此刻大咧咧展示着 满是得意 老将军一直在身旁 说着好好好 一边感谢林若竹一家 愿意收养走丢的她 只有小将军满眼探究 但看着那块墨语 终究是没说出些什么话 我忽然想起 爹爹当初问我 小昭昭 你想要娘吗 不 我只要爹爹 可爹爹只摸着我的头笑 可不许这样想 怀胎十月 你娘要听到这话 可要着急的 她说 哪有孩子不要娘 更何况 我被捡到时干干净净的 肯定家中很受宠 只是她去打听后 不曾听说 京城里有哪户人家丢了孩子 加上有恶人害我 所以她不敢声张 去给我寻亲 我擦掉脸上 不自觉落满的泪 只见碰到眼角 被我自己用香点掉的痣 只有一个小小的疤 再忍忍 还不是时候 要再忍忍 林若竹如我预料般来了 她手里端着一碗药 脸上满是不自然的笑 这半日辛苦你了 我早早让人给你熬了补药 把这碗喝了补身体 待会还要上路呢 上路 我恍若不知 林若竹一愣 尴尬地笑 是啊 待会要收拾东西 去京城 将军让我搬过去 我们得赶路不适 哦 是这样 我接过药 妈撒着碗口 林若竹双手都紧张地捏紧了 眼中满是激动和不安 我知道 这确实是碗补药 但确实下了赫顶红的补药 那天夜里 她跟林若雪都打算好了 顶替我之后 就要把我这个垫脚石除掉 她说 左右不过是个被熟身的妓女 死了也没人在意 但切切不能被将军府的人发现 免得再生事端 我勾起唇一笑 恍若不知地看向林若竹 公子 文章写得如何了 若是能借此让将军看到您的才华 那真是平不清云了 林若竹愣了一下 双眼放光 不停地在那说着 对 对 我把碗递到嘴边 看似要喝下 就被她反应过来夺了去 怎么了公子 她眼神多闪 浑身不自在 哦 没有 我看刚刚放了那么久 有点凉了 你等我拿去给你问一下 我讥讽地看着她离开 当初她不顾一切愿意 带我离开万花楼 也是看中了我写的文章 这些年来 她靠着我写的文章 得了不少好处 不仅得了县老爷的亲眼 还因为此提前得知了考场题目 让我提前代写文章中了举人 比起让林若雪代替我 而带来的钱财 我知道 她更想要名扬青史 想要权 所以需要我 搬到京城时 已经是三天后了 林若雪应当是听说 我竟然还活着 马不停蹄 就来了林家的新宅 林若主把她带到书房 哄了半天 她才勉强同意 只是随后几天都会来林宅 对着我冷嘲热讽 她穿金带银 看着华贵却臃肿 有点好东西就往身上挂 生怕别人不知道她是谁 这是娘亲亲手给我支的披风 你没见过吧 听说是用天山雪残土的丝制成的 一万只才得一件呢 爹爹说我想要什么就给我什么 你看这个 仓国仅有三个的玉佩 其中一个就在我这 爹爹听我说 你是从窑子出来的 喜欢勾搭人 你知道爹爹说什么 说不能跟你这种 不三不四的人一块碗 你听到没 他凑到我耳边轻声说 你爹 说你不三不四呢 我捏紧了拳头 余光撇到拐角处的一抹青绿色 勾起唇轻声道 你爹娘可在天上呢 若是看见你喊别人做爹娘 你说 他们还会不会保佑你 会不会罚你这不孝子孙 林若雪当即跳脚 杨起手就要来打我 你 小雪 小将军齐北宴大步踏入后院 一眼就看到他张牙舞爪的样子 林若雪被吓到 赶紧收回手 善善地跑到齐北宴身旁 齐开宴神情淡淡 走到我面前后 眼神中有一瞬间的震惊 但很快就眼下去 你就是若逐凶旧的姑娘 小雪她比较娇满 多有得罪 请多见谅 她拱手作衣 身形如松 面如观玉 当真是公子是无双 这就是我的哥哥 两岁前的记忆 只有一抹红墙绿瓦 还有那双总爱掐着我脸的小手 我心里一暖 客气地回应了几句 就这样 我们有一搭没一搭闲聊 可林若雪插不上嘴 在旁边气得眼睛都红了 齐北燕看似随意地问道 你长得跟我母亲有几分相似 这倒是缘分 可否冒昧问一句 姑娘本家是哪里的 我心里一震 还未回话 就被林若雪打断了 哥 她就是一个千人骑的妓女 你和她说那么多干什么 小雪 齐北燕喝道 神情严肃 瞪着林若雪 道歉 我 林若雪被吓了一跳 嘴唇都白了 却死死咬着下唇 不肯说话 我眨巴着眼睛 掉出两滴泪 郡主明知我一介孤女 无依无靠 为什么这样侮辱我 将军 我知道自己这样的身份 不配和你们说话 可我有不得已的苦衷 说着 我想到爹爹 却是真切的悲从中来 泪如雨下 小将军慌了神 想伸手来替我擦掉眼泪 却觉得不合适 双手急得不知道怎么放 就在那疯狂给我做衣 姑娘莫哭 我替妹妹给你倒不是 我信你 哪里有什么不配说话的事 姑娘 莫哭莫哭 我给你做衣 我看着她滑稽的样子 破涕为笑 她见我笑了 才尴尬地挠了挠头 也笑了 我擦掉眼泪 将军莫多说了 我没在意 今日能得见将军 是小女子之幸 望您能保重 我不再听她一言 转身匆匆离开 林若雪万般不是 但有一句说得对 将军府不该是我这种人沾染的 我不能 也绝不允许 把一个歌迹的身份 带去将军府 让将军府受人指摘 我要清清白白 堂堂正正地回去 林若雪被齐北宴带走之后 林若竹责怪我 抛头露面 被齐北宴看见 见我神情冷淡 不知悔改 接连好几日不肯理我 她以为这是对我的惩罚 我对她痴心一片 会难过得要死 笑话 这正合我意 我按照惯例 每五天就去洛阳城的零十四烧香拜佛 山上有一个故人 是我从万花楼出来之后 一次偶然在寺庙中遇到的 那日她摔坐在里面 脚上被毒蛇咬了 掩掩一息 昏昏沉沉中 说出了不少惊人的秘密 爹爹生前走南闯北 什么没见过 巧的是她遇过赤风蛇 所以给我讲过赤风蛇毒的解法 我就因此救了她 洋庄没听到什么 不该听的 别人都以为她只是 零十四戴法修行的老婆婆 可我知道 她是当朝的太妃 也是当今皇上最敬重的人 曾经为了救 还是皇子的皇上 自己再也无法生育 只是她不愿被困在皇宫里 自请去零十四中戴法修行 为仓国祈福 此刻太妃一身素衣 脸上满上几道细纹 却依旧掩盖不住上位者的气场 她手中拿着佛珠 欢喜地走出来迎我 奶奶 你来了 上前几步 我将一件披风 披在她身上 天气冷了 干娘怎么不多穿点 还好我这几天坐了件披风 不然冻坏了 我还得心疼呢 太妃摸着山上暖和的披风 脸上是忍不住的笑意 她没有孩子 我没有娘亲 在这里我们互相装作 不知道对方的过往 却不妨碍我们互相取暖 我跟着她进去 拜过了神明 就跟着太妃去给寺庙院子里 她喜欢的花草浇花 去除草 随后跟着她到房中闲聊 无非是说一些琐碎事 但她最爱听的 还是仓国打了圣战 百姓如何如何欢喜 可说着说着 太妃突然指着我眼角的疤痕 双眉青簇 南南 脸上怎么伤着了 那么好看的红质 怎么去掉了 我慌忙捂住脸 躲着不让她看 干娘 这是我自己不小心弄到的 说谎 太妃斩钉截铁 上位者的威严 不自觉地在请客间 展露无遗 快跟干娘说实话 我 我咬着下唇 不肯吭声 太妃收敛了气势 软了声音哄我 南南 干娘是担心你 你说说你一个姑娘家 今年都急急了 是不是被人欺负了 她说着说着 开始沉思 不一会儿下定决心 一拍手 干娘跟你下山去 太久没下山了 我也早就想回去看看了 我心里一动 面上赶紧拦住 干娘 我没有什么大事 我 我还有件好事跟您说呢 我搬到京城住了 等我安定下来 就接您回去 京城 太妃皱眉 南南不是在洛阳城吗 怎么想起要去京城了 我一愣 眼神躲闪不敢看她 匆匆收拾东西 干娘 天色暗了 我还有急事 就先回去了 匆忙叮嘱她几句 我就急忙离开了 身后探究的视线 紧紧跟随着我 我知道计划成功一半了 三天没有和林若竹说话 我倒是落了清闲 反倒是将军府那边 派人来了请帖 齐北宴派人来单独请我 去参加半月后 林若雪的任亲宴 送请帖的人后脚刚走 林若竹前脚就来了 你看看 这都是你抛头露面 惹出的祸事 她气得一直怨我 哀声叹气 害怕林若雪被人发现是假的 又怕自己的仕途之路受阻 我送上一盏茶 公子 我不去救世了 小将军即使在怀疑 我不承认便是 不行 不稳妥 她推开茶 扶手思索了一会 吞吞吐吐吐 我倒是有个办法 只是 公子淡说无妨 我想 直接在外面宣扬 你在万花楼迈过身 这 这即使她有怀疑 也万万不愿再找你回去 你说 公子 我这下是真的怒火中烧 我费了多大的力气 才不用在那种地方 你一句话就 我黑了脸 头一次在林若竹面前发火 林若竹面上挂不去 也黑了脸辩驳 我只是跟你商量 你发那么大脾气干什么 她在原地转了几步 见我还是生气 才说只是开玩笑 听听 开玩笑 这句话 有哪里好笑的吗 我压抑不住满腔的怒火 坐在位子 尚不愿再开口 林若竹哄了几句 见我还是不搭理她 生气地甩了袖子 就离开了 我以为这次 又可以清闲几天 但没想到 只是第二日 林若竹突然跟变了性子一样 转而来哄我了 我只是看着 却没开口 问她要什么 终于五日后 林若竹自己忍不住了 原来是老将军 耐不住林若雪的请求 同意给林若竹 引荐这次会试的考官袁侍郎 让他多去了解了解 袁侍郎让老将军 给他带了个题目 写出来了 就可以上门拜访请教 可惜林若竹左想又想 写不出来 就只能求到我这里了 你帮我这次 我早日考上功名 就能尽快娶你了 我这辈子只娶你一个 到时候 风风光光办一个婚礼 再给你证个告命 我们生一堆孩子 好好教养 你看多好 我真的要笑死了 谁要给他生一堆孩子 要是我爹爹还在 不把他的腿打断 但我脸上还是笑着 一副被感动的样子 公子竟是这样想的吗 原始我错怪你了 我想想 这个题目 明日公子来取文章便是 话音一落 林若竹眼里闪过极度 我装作没看见 脸上温婉地笑着 文章当晚就写出来了 写一半藏一半 反正林若竹那个蠢货 看不出来 林若竹也没来烦我 生怕我写不出来 到时候误了他的良机 只是第二日天蒙蒙亮 林若雪就哭着找来了 我偷偷在林若竹院子 后面听着 原来是林若雪一朝不妨 被人设计失了清白 我刚刚在 袁哥哥的房中醒来 可是可是 旁边躺着的是 袁哥哥的小丝 这是怎么回事 林若竹一声抱呵 听起来像是快气死了 林若雪口中的 袁哥哥是周圆 也是跟林若雪退婚的那位 去年也搬到了京城 好巧不巧 林若雪还爱慕她 总是时不时 去周府找周圆的妹妹玩 林若雪抽抽大大地讲着 说来 她也不知道是谁陷害她 但是这一阵子 在其将军府里 总是发生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有时候吃东西会中毒 可一查只是厨子不谨慎 食材相克 但相克的东西 是她自己嚷着要吃 所以这是不了了之 又是雨天出行 踩上青石鹿打滑 摔到了后腰 明明她看见石头上有油 可带着人再去看就没了 还有油船落水 买东西得罪了长公主 庄庄渐渐 细思极恐 哥 我原以为是自己最近太倒霉 可今天这事 明明是有人要害我 这 你啊你 真是让人不省心 林若竹倒吸一口气 哥 这可这么办啊 还有其他人知道这是吗 我不知道 早上起来后 房中只有那个下人 袁哥哥也不在 我是躲着人走的 他一拍手 大发人去找我 我佯装 不知去到他院中 林若竹不敢跟我说实话 只说是林若雪受到好友相邀 去了州府 结果不小心罪在了那 怕传出什么闲话 所以让我去跟外面散布一些消息 说我昨夜也在那 我辩驳了两句 我跟州府的人又不认识 你只要说了就好 其他的不用管 你也不想妹妹受牵连 影响咱们的婚事吧 林若竹眼神明灭不定 像是漩涡想把我卷进去 我修难低下头 勾唇一笑 都听公子的 可不知为什么 外头突然传出 常乐郡主失身的消息 说是刚认回去的将军嫡女 其实是个不懂礼术 思乡瘦瘦的女子 这消息一出 满城风雨 全都围绕着 这失踪十年又归来的郡主身上 周元带着满面红光的小丝 上门提亲了 老将军和将军夫人 气得把聘礼全扔出去 林若竹赶忙来催我 我就出去澄清了 说那日我也在 一直都在林若雪旁边 元以为这是旧了了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 这时候出来了一个人 将军夫人的嫡亲妹妹 莫知县的小女儿 莫小婉 突然来到将军府说 那日她也见到了 说得真真切切 她说 常乐郡主衣衫不整 从周元的房间中出来了 既然小侄女那么喜欢 姐姐何不成全了他们 这话一出 将军府又乱作一锅粥 府外的传言 也已经再度漫天飞了 彼时我正把写好的文章 拿给林若竹看 她看了又看 满意的不行 可眼角余光贴见我时 又是漫漫的极度 她问我对外面的流言 怎么看 我摇摇头 她有些失望 但却看不见半点烦躁 也不知是谁陷害妹妹 不管是谁 这事可不能再传了呀 我漠然不语 静静站在旁边 这个蠢货 当初想要让林若雪顶替我 就该想到这一天了 我当初被人在乱葬岗 是因为遭人陷害 差点被人害死 可她被全力冲昏了头脑 满心满眼都是荣华富贵 就在眼前 这命可不是那么好抢的 更何况 现在背后之人早就出来了 这蠢货竟然还在问 就是不知道林若煮 你的心到底能黑到什么程度 林若煮把文章拿给考官袁侍郎看了 听说袁侍郎很满意 那日林若煮回来 喜气洋洋的 而府外的流言 风向也慢慢变了 一把火 被风一吹 就烧到了我身上 四起的流言 都是说常乐郡主曾经的恩人家里 救了一个妓女 那妓女千人齐万人枕 是当初洛阳城万花楼里出来的头牌 还说没想到救的这个妓女 竟然不改本性 又去招惹周家的小思 竟然不要脸地 把这事赖在常乐郡主身上 无人不再说 这妓女真是忘恩负义 常乐郡主受了好大的委屈 我忍住怒火 急走到了书房中 找到了正在看杂书的林若煮 林若煮听见声音了 却不敢抬头看我 只看着手中的书 你听话一点 帮了妹妹总有你的好 而且你也不是什么大人物 更何况 更何况妓女卖身很正常 过阵子 大家就都不记得了 我讽刺道 想不到公子是这般忘恩负义之人 当初若不是我带来的钱财 你又胸无半点磨 可能有今日 若雪妹妹可能代替我 你 你一个妓女 你以为我不知道 什么清白都是假的 你就算有才华又怎样 你一个女人 怀必其罪 这都是你该得的报应 林若煮目光猥琐 上下打量着我 又是垂涎 又是嫉妒 以后你就好好伺候我 好好帮我 我还能赏你一口饭吃 不然有你好受的 现在谁也帮不了你 你也别设想我娶你 我以后可是要当官的 不可能娶你一个妓女 原来这就是林若煮的打算 想把我按进你里 永远都翻不了身 真是蠢笨如猪 也只会这点手段了 既如此 我便能放心地放开手去做了 我一路小跑着回了院子 一幅伤透了心的样子 府中的下人 无不对我指指点点 我整日待在房中 眼不见为净 林若雪的谣言洗干净了 将军府又欢欢喜喜 开始准备着三日后的认亲宴 不过小将军托人给我送了信 给我问好 问我事情真假 府外关于我的风声渐渐停息了 仔细一想 也只有齐北宴会帮我 我这个便宜哥哥 品行还真真是好 等到认亲宴的前一天 已经距离上次见太妃过去好久了 这几日时间 也足够太妃去把我的所有事情调查清楚了 我换了身衣服 把眼睛哭肿 就收拾东西往灵石四去 太妃匆忙就出来找我 脸上神色不怒自威 你还记得干娘呢 这么许久才来 我撇着嘴 声音抖着 两行青泪先流了出来 干娘 太妃原本还气着 这一下子就软了神色 赶忙过来哄我 我窝在她怀里哭了半嗓 太妃也就安慰了我半嗓 南南 哎呦哭得干娘心疼啊 发生了什么 跟干娘说说 我抬头看向她 抿着嘴不肯说话 太妃摸着我后背安慰着 哎 你说说你 一个姑娘家家的 什么事都自己憋着 要不是干娘自己能查到 是不是哪天就见不到 南南你了 干娘 您查到什么 我洋装不知 擦干眼泪懵懂地问 太妃摇摇头 你实话跟干娘说 林若竹那混账东西 是不是害你了 我一听 眼泪又哗啦啦流下来 干娘 你怎么知道她 到底发生了什么 南南自己跟我说 我 干娘 我没想到她的心这么坏 我抽掖着讲着 想当初 我在万花楼时 因为一身才华 不少虚伪的才子 闻生而至 豪至千金 这才是老宝 同意我赞不接客 打出名气的原因 林若竹也是其中一人 父母双亡 却不思进取 整日跟在周园身后 去逛窑子 拿了别人的文章 洋装是自己的 才跟我见上面 一来二去 她洋装成千千君子 骗过了我 万花楼不让姑娘 自己赎身 所以我把钱把给她 让她给我赎身后 才知道她的真面目 她看了两本杂书 就自诩清高 带来的钱财 一大半被她挥霍了 看我的文章 让她中上举人之后 就极度地发狂了 甚至 在林若雪准备 让一个起而来 糟蹋我的时候 还默许了 若不是早被我发掘 恐怕就被得手了 没想到这次林若雪 自己闹出事来 最后还把事情 栽赃到我身上 太妃听完 脸色黑沉如墨 眼中闪过一丝 不易察觉的杀意 我记得 十多年前 我还见过 齐如松的小闺女 又眼角有颗红质 粉雕欲拙的 让人看了就欢喜 我霍地站起来 愣愣地看着她 干娘 齐如松啊 老了就糊涂了 连自己的闺女 都认不得 还得哀家出面帮忙 太妃大手一挥 房屋外闪身近两个黑衣人 太妃把手中的佛珠 放回桌子上 整了整衣上 回去告诉皇上 哀家要回去了 是 任亲宴在第二日傍晚 就要开始了 林若竹忙着去参加 也没发现 我不在府中 太妃一路安慰着我 给我解释着一切 说她是当朝太妃 以后会给我做主 纵使这一切 都在我计划之中 但当我真的穿上 郡主的衣裳时 内心还是止不住的站立 南南生得好 穿什么都好看 太妃满意地看着我 口中赞叹着 我的娘亲 以前也是京城中 数一数二的美人 宴会开始之后 我和太妃才姗姗来迟 众人都出来迎接了 我看到林若雪满脸的得意 一身降紫色的衣裳 华贵又不失清雅 这才多久 就生生养出了一身贵胎 也是众星捧月的生活 能不活得好吗 只是那模样 在看见我时就碎裂了 像见鬼一样 惊愕着 你 我站在太妃身旁 大红的衣裙烈焰如火 束腰勾勒出娇好的身形 太妃在宫里的时候就说 我这模样 跟将军夫人年轻的时候 一模一样 众人都惊疑不定地偷偷打量 将军带着将军夫人 见过太妃之后 看见我 都愣在了原地 太妃娘娘 这位是 都带着干什么 先进去吧 一伙人风风活活走进去 没人开口说话 都等着太妃发话 堂中左下方中间的位置上 是林若竹 从我进来之后 就一直拧眉看着我 疑惑和怒火 都写在了脸上 一片寂静里 所有人都不知道 十几年不露面的太妃 突然来到这里 是为了什么 也都不敢出声 其老将军先没忍住 上前一步 太妃 这位姑娘看着真眼熟 是哪家的闺女 其将军啊 当真觉得只是眼熟 不觉得和谁像 太妃拍拍我的手 这 其老将军一愣 睁大了眼睛 满脸的难以置信 林若雪咬着唇 在后面站着 焦急地看向林若竹 太妃刚要说话 林若竹就抢先一步 站了出来 咬着牙道 其将军 这就是我之前跟您说的 我林家旧的妓女 我让她在家里等着 没想到又出去了 果然是改不了本性 说着 她转头看向太妃 一脸惭愧 太妃娘娘 草民不知为何她 会在您身旁 您可别被她给骗了 她这人最会撒谎了 我看见众人 倒吸一口气 林若竹一脸不解 接着头上 就挨了一个 砸过来的茶杯 这才赶紧跪下求饶 太妃一拍桌子 威压骤放 谁是你林家旧的妓女 哼 招儿是我干女儿 在我身边养大的 我怎么不知道这回事 林若竹吓坏了 赶忙告扰 我眼中掉下一滴泪 干娘 远处将军夫人抖着手 恍惚地走过来 结果被林若雪扯住了 娘 哥哥说的是真的 她就是妓女 整个洛阳城的男人 都知道她是个妓 我在赶忙抢过话 在林若雪疑惑的目光中 痛心道 林姑娘好毒的心 竟然想把脏水泼到我身上来 原想着女子清白 尤为重要 我不想戳破这件事 可既然这样 我也不给林姑娘藏着掖着了 其实林姑娘才是万花楼的花魁 却拿我挡刀 只要让人把洛阳城万花楼的老宝带来 届时当面对话 谁是花魁 便可水落石出 太妃当即就让人去找了老宝来了 快马加鞭 半日就到 这期间 林若雪一口一个妓女喊着 惹得齐老将军和将军夫人有些生气 太妃直接就让人把她的嘴给堵上了 林若雪下白了脸 在旁边不敢吭声 我拿着手帕擦掉脸上的泪 唯唯道来 根据太妃在宫里的嘱咐 我只说自己小时候走丢之后 被九阳城的齐如海救了 养了十年 但之后齐家被害 偶然间碰到太妃 救了她 所以被认作是干女儿 没想到一次遇到了林若雪 一来二去两人相识 寿林若雪相邀 就住进了林家 他们听说了我的往事之后 竟然抢走我的墨语 冒名顶替了我 前不久外面传的那事 我以为是有人弄错了 没想到是林姑娘想要坏我名声 故意在外面散布流言 亏得我还帮姑娘遮掩失去清白的事 我说我对两岁前的记忆 有些许模糊 但我记得 哥哥小时候最爱穿月牙色的小衣裳 最爱捏我的脸 齐北燕眼睛一亮 妹妹说的没错 女儿 你才是我的女儿 将军夫人直接跑过来 摸着我的脸 娘一看见你 就知道是你没错 你怎么才来 你这 她摸到我的眼角 眼中有过一瞬的疑惑 我捏住她的手 制止了她的话 娘 林若主脸色煞白 却还是站起来大声反驳 说着我说的都是假的 林若雪才是真的奇家敌女 碰巧万花楼老宝到了 太妃让人在院中放了屏风 在场女眷都到屏风后 美其名曰 别被外人冲撞了 林若竹得意 齐云招 你个贱人 这下看你怎么骗人 老宝哪里见过这么大的阵仗 颤颤微微跪下 按照太妃的吩咐 她说出之前万花楼头牌的模样 细细的眉 温温柔柔的模样长得像江南的溪水似的 左眼角还有一颗红质 那 那才叫风情万种呢 老宝像打开画匣子一样 众人窃窃私语 按照这老宝的描述 在场只有一人符合她说的 屏风后 林若雪抬手摸上自己眼角的红质 被堵了嘴 却还是争宁着像恶鬼一样 要扑过来抓我 老宝讲完就被人带下去了 林若雪回过神 纵然是吓得煞白着脸 也抖着手双唇颤颤 你 是你 你害我妹妹 我一脸心痛 没想到林公子和林姑娘 竟然是存心要害我 想栽赃到我身上 若不是这颗红质 怕不是我早就 太妃接话 若不是昭儿一直在哀家身边 岂不是让你给蒙骗过去了 众人哗然 太妃的话 每人会怀疑 这下子 林若雪自讨苦果 当初她逼我脱下衣裳 而现在可无所遁形的人 变成她了 太妃让人把周家的小丝带上来 林若雪怕得直往后退 抓着将军夫人的衣裳 呜呜地喊着 想让她帮忙 将军夫人已经是满脸厌恶 默默抽回衣裳 站到我身边来 周家小丝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以为能和将军家攀上关系了 顿时口不择言 一脸兴奋地讲着那日和林若雪 如何如何翻云覆雨 她说着 林若雪原先很是爱慕周家大公子周园 所以即使认亲后 也往周家跑 说着 场内有一人突然出生 周园我知道 微臣去过洛阳城 那个周园是当地布庄的公子 是个顽固子弟 听说整日往青楼跑 我拿起手帕 掩住嘴角的笑意 说话的这人 是我八岁那年跟着爹爹 在九阳城救济过的文人 没想到 如今已经身居高位 竟然会帮我一把 这话一出 就证实了 林若雪才是青楼花魁的事 但是 为什么林若雪爱慕周园 却跟小丝混在一起 小丝支支吾吾 像是有什么内情 屏风后的侍卫拿上刀剑 走出去横在他脖子上 他才吓得把什么话都说出来了 一番牵扯 把将军夫人的嫡亲妹妹莫小婉 也给牵扯出来了 说是当初 有个不认识的人 给他送了信 跟他说 只要睡了昏迷的常乐郡主 以后荣华富贵就到手了 他不敢轻易相信 就悄悄跟在那人身后 结果发现 是将军夫人的妹妹 他想 是有什么宅斗内情 总之他猪油蒙了心 想到荣华富贵 就答应了 小婉 将军夫人皱着眉 我试试开口 爹爹说 当初捡到我时 是有人将我无死 扔在乱葬岗 只是幸好留有一口气 才得以将我救活 我还以为 是亲生爹娘不要我 让人将我丢掉 呜呜 将军夫人脸色一白 赶忙争辩 不是娘 娘疼你都来不及呢 怎么会害你呢 我的乖女儿 老将军和齐北宴战 到我身后 也是一脸心疼地安慰我 莫小婉让人带上来了 一看这阵仗 他就知道 没什么好辩解的了 正如他这些年 有些许疯癫一样 这时候也是破冠破摔 我恨哪 竟然害的 不是你的亲生女儿 害错人了 当初就应该 我自己亲手把她杀死 从她的骂声和责怪声中 才知道 原来她那么恨将军夫人 是因为嫉妒 她不懂 都是小县令的女儿 为什么姐姐 就能嫁给将军 而她只能嫁给一个商人 后宅还妻妾成群 压倒她最后一根稻草 就是 她和唯一的女儿 相依为命 而将军夫人的女儿 刚出生的时候 她的女儿 就得了风寒死了 一定是你女儿客死的 我的孩子才四岁 那么懂事 那么小 就死了 该多难受 我一定要给她报仇 将军夫人 气恼地拔了剑 为什么得了风寒 还不是你自己 把她丢和里 想去争宠 结果害了自己的女儿 现在又来害我的女儿 你怎么那么恶毒 这已经说到家族秘心了 在场的人 大气都不敢出一声 墨小婉被人戳破了 脸色惨白 你 你怎么知道 我不是 我不想害她呀 我只是 我只是 你就是自己害死她 还不愿意承认 那么小的孩子 你怎么忍心 把她推合理的 将军夫人步步紧逼 我眼看不对 墨小婉口中辩解 眼神却是一闪而过的毒辣 赶忙伸手 扯过将军夫人 墨小婉扑过来 扑空了 反倒掉了手中的匕首 太妃生气了 让人把她带下去 关押起来 刺杀将军夫人 谋害郡主 杀死亲儿 装装剑剑 都够她死一百次了 而林若雪陷害当朝郡主 冒名顶替七军网上 也是杀头的大罪 院中其他人看了一出大戏 都还回不过神 林若竹已经吓得贪软在地了 他向袁侍郎爬去 口中喃喃着 让他救命 大人 袁大人 您说等我考上科举 让贵千金许配给我 你知道的我 一定会考上 您救救我呀 袁大人脸色煞白 躲着他 明眼人都看得出 林若竹没这机会了 拿了圣上寻找郡主的万两赏金 也是欺君的大罪了 袁侍郎也不想多牵扯 我从怀中拿出一张纸 袁大人 您看 林公子是不是曾经拿了这篇文章 去请教您 袁侍郎过来一看 正是 他当初只说请教 可没说别的呀 齐将军 您说说是不是啊 齐老将军附和着 是 袁大人当初只是碰巧来府里做客 遇上了林公子 旁的也没多说了 我暗自笑着 当下便说 林若竹是偷了我的文章 当今圣上求贤若渴 文人地位也是水涨船高 老百姓对于读书人 总是多一分宽容 林若竹拿了我的文章 在外头积攒了不少美誉 即使今天的事传出去了 也总会有人可惜他 一个读书人走错了路 我要 把他的路都给堵死 林若竹大喊着 我说的是假的 他一个女子 怎么可能会写文章 这些都是我自己写的 那林公子 可能说一说 这文章后半段是什么 袁侍郎回过神 是啊 这文章一瞧 便觉得还未写权 林公子既笃定 这是自己写的 便该说说后半段是什么 林若竹满脸死灰 只有眼神怨毒地看着我 我哼笑 当众便念出了后半篇的文章 一字一句 尽是铿锵 你竟然算计我 你 你不得好死 齐北宴上前一步 一脚把林若竹踹飞 闭嘴 林若被踹中心窝 当即吐出一口血 齐老将军朝太妃一跪 说是希望审判完林若竹之后 由他来行刑 将军在外面见识过 不少折磨人的手段 太妃允了 林若竹和林若雪下破了胆 浑身贪软 被人带下去了 就在大家以为 事情就到这里结束的时候 我走了出来 站在宴会中央 南南这是怎么了 太妃不明所以 我咬着牙 拿出袖中早就写好的壮旨 句句气血 转告九阳城的张寻甫 我告他 为官数十年 为妃作歹残害百姓 告他 为一己之私 独杀九阳城富商 其如海一家 其家的老管家忠心耿耿 却被逼着去张寻甫家中当下人 只是偶然间发现了 张寻甫书房中 有和北荣往来的书信 当朝奸细 这可是大事 众人哗然 太妃神色一脸 让人去给皇上禀报了这事 一番搜查 书信没找到 但却找到了张寻甫让人偷偷袖的龙袍 不管这是不是张寻甫真的要造反 但在他家中找到了 想造反的这顶帽子就别想摘下来了 至于书信 也只会认为 是因为仓国打了圣战 张寻甫怕事情败露 早早销毁了书信 经此一事 没人敢触这个眉头 去包庇张寻甫 个个恨不得撇清关系 也因此 张寻甫家做过的坏事 一件一件爆出来了 圣上震怒 当即就抄了张家九族 听说那日刑场的血 流得像小河一样 入木皆是红 小姐 明日我就启程回九阳城了 老爷若是看到您找到家人 不知道有多高兴 您要多多保重 伯伯 您到了之后 记得写信给我 老管家把爹爹生前的东西 带到京城 给我之后 就离开了 我打开那两大箱子 这都是被张寻甫家抢去的 有一些有了破损 还有一些完好的 每一件 都是爹爹曾经为我的打算 郡主 外头风大 将军说 已经派人暗中护送了 郡主不要太过担心呢 我拢住披风 回身进了将军府 想到事情刚了的时候 启北宴问我 这就是你想要的吗 我那时心里一惊 你什么意思 妹妹不要担心 我只是 心疼你事事 只有自己一人 这些年过得太苦了 我看着她的眼神 就明白 她应该知晓了不少东西 也是 战场上尔虞我诈 怎么会看不懂我的手段 想必爹爹和娘亲也知道 太妃也 我心里满是暖意 岔开话题 我记得 哥哥小时候 总偷偷给我带糕点 我现在还想吃 你在这等我 哥哥现在就去给你买 远去的少年 狼衣昧偏飞 那就是以后 会护着我的兄长了 而身后 娘亲正和爹争论着 要给我打什么样的玉佩 最后敲定各式样子 都打一副 我笑着推嗓 说自己房中的珠宝 已经够多了 我更想要的是 能继续四处游历 把爹爹的生意做起来 那 南南 爹爹和你娘 这些年在外征战 也没去过什么地方 能不能和你一起 当然可以 爹娘 你们背着 我跟妹妹说什么呢 我也要一起 哈哈哈哈 岁月慢慢 天地阔 往后余生 我会踏遍山河 不枉此生 故事二 时针到了 你该走了 我面无表情地 推了推眼前的胸膛 谢随眉睁眼 反而将我抱紧了些 再待一会儿 一会儿我就走 我无情拒绝 昨日因着你生辰 我已破格多留了你一会儿 没关系 反正如今你宫里 都是知根知底的 没等她说完 我打断 一会儿还有早朝 她暗骂一声 眼神优怨地看了我一眼 什么时候能取消这破早朝 话虽这么说 起身的动作 却未慢下分毫 衣服一穿上 她便好似换了个人 下一秒 她低头轻轻吻我一下 语气浅全 我走了 我微微汗手 留恋地目送她离开 才又躺下 可不过片刻 噼里啪啦地声响传来 寝殿的门被大力推开 无视丫鬟地劝阻 谢安大踏步往里走来 谢安 我正没起身 没人叫过你 什么是最基本的礼仪吗 我掀起床沙悠悠站起 方才看清谢安的面貌 她着了一身金黄的巢服 本来是天下最最尊贵的象征 在她身上 却向小孩偷穿了大人的衣服 稚嫩中带着一丝滑稽 而此刻这个已经不小的小孩 正通红着一双眼 死死地盯着我 镇静不知 母后夜夜升歌的男宠 是摄政王 倒也不怪她如此意外 着实是平日 我同摄政王的关系 实在是势如水火 先皇驾崩 特允我同摄政王一人 执掌半个朝堂 自此拉开了党派之争的序幕 他嘲弄我 玩弄全饼 我讥讽她 狼子野心 人人皆知我 与她不对付 任谁也不敢想 传闻中太后豢养的男宠 竟是当朝的摄政王 我脸下眉头 是又如何 不是又如何 人人皆知 我豢养男宠 具体是谁 又有何干系 可是她是摄政王 她像是气急了 开始口不择言 身为太后 却与先皇包弟私混 你到底知不知道 什么叫廉耻 父皇当真是眼瞎 你根本不配 坐在这个位置 她 把掌声落下 谢安捂着红肿的半张脸 不可思议地看我 廉耻 我抬头望她 轻笑一声 皇上到底天真了些 什么廉耻 什么道德 都比不过权力二字重要 皇上管好自己便是 挨家的事尚且轮不到你来多嘴 来人送皇上回宫 谢安不甘心地离开 一切回归寂静 我却没了休息的心思 不配吗 我苦笑一声 可谁又曾问过我是否愿意 当年 先后轰逝 先皇病重 青天间测算八字 挑中了刚急机的我 入宫冲洗 没人问过我的意见 可明明 我早已同心上人许下终身 那日雨下得很大很大 我站在雨中 固执地不肯接纸 好像只要我足够顽强 这宫便不用入了 眼瞅着前来宣旨的公公 脸色越来越差 父亲一脚踢在了我的膝窝上 不受控地跪下 我听见父亲低语 林之意 现在不是你任性的时候 你若抗旨不遵 整个府上都要给你陪葬 那一刻 我突然明白了 自小听到大的黄泉是什么 君要臣驾 臣不得不驾 这便是权力 这便是命 我通红着眼 一字一句 好像用尽了浑身的力气 臣女林之意 接纸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后来一顶小轿抬进宫中 我在皇帝寝宫外跪了一夜 美其名曰 为皇上祈福 不知道是不是祈福起了作用 那天起 皇上的身子 当真慢慢好了起来 从那之后 他封了我为新后 人人接到我 独得皇帝恩宠 可无人知晓 我从未真正事情过 一直过了又两年 他的身子又一次弱下去 这次病得来势汹汹 不过半日 他便躺在榻上没了力气 他将我换来 不说话 只静静地看着我 像是看我 却又像是在透过我看顾人 良久 他终于开口 你可知 朕为何这般对你 我垂下谋 臣妾不知 他笑了一声 在开口已是万分感慨 朕遇见皇后那年 他也是你这般年纪 那时的他同你一样 表面上顺从乖巧得很 心里呀 却比谁都不服气 他看着我 眼里的爱像要把我溺死 可我知晓 那爱不属于我 他顿了顿 其实朕最初 是想放你离开的 可看见你那一刻 朕改变主意了 他挣扎着将手伸向我 眼里是藏不住的遗憾 朕常常在想 若当年朕同阿苑有个公主 会不会同你这般 他重重咳了几声 有血从他嘴角溢出 他却毫不在意 只从枕下递给我一道圣旨 朕之阿尔愚钝 得不配位 所以朕与你执政的权利 他将目光错开 看向远处 阿随也要回来了 以后便是你们二人 要扶持着阿尔向前走了 如今再想起来 平天几分好笑 先帝或许当真 将我当成了女儿 可他终究还是自私的 两道圣旨 一道将我绑入后宫痛失所爱 一道将我拽入朝堂 再无自由 只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他怕是如何也料不到 我与谢随终究走到了 朝堂的对立面 而为了谢安 我也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林之义 我早已杀了太多太多良善之人 如此过了几日 恰逢中秋刚过 晨午时有丫鬟来报说 姐姐想见我 不过后半日 人变到了 还带着我 那不过四五岁的小外甥 呵呵 命人添上茶 我看向长姐 近日父亲母亲身子如何 可还见朗 他将孩子托付给一旁的丫鬟说 都见朗得很 前些日子 母亲还念叨着 你都有些年头没回家过中秋了 父亲也难得低头 诺 这月饼 还是她让我带来的 我轻笑 阿姐别打去了 父亲那性子 怕是还跟我支气呢 闻言 长姐叹了口气 阿易 不然你便向父亲扶个软吧 一直将下去 也不是个办法 我喝了口茶 没说话 同将军府决裂 是在新帝登基后不久 当初新帝登基 我为太后 新官上任三把火 第一把火 便烧向了将军府 也便是我的父亲 那天夜里 我秘密回了府 却被父亲毅然决然地 关在门外 声音里是遮不住的 失望与愤怒 你若担心 我谋权篡位 便直说无妨 用不着与我多周旋 我临周行得正 坐得直 什么皇权君权我 压根不稀罕 你今日如此 我便当没你这个女儿 以后你当你的太后 我当我的闲散将军 你我之间再无干系 之后数年 也只有早已嫁 做人妇的长姐 与我保有联系 数年来不知多少人 骂我狼心狗肺 不过入宫两年 便能很下心 费了将军府数代的功勋 我从未解释过 因为我不能说 如今我已是垂帘听政的太后 全是滔天 剑打出头鸟 若再任将军府发展下去 即便如今的 我能护他们无恙 可若我没了权柄在手呢 到时候父亲 母亲 将军府上下成百的人 又当如何 先皇当真是好手段 暂时的权柄交易 却能剔除长久的顾虑 他只需要赌 赌我不敢让父亲冒险 而今再看 他赌对了 父亲一生为国而战 他不懂这些弯弯绕绕 只知道自己一心保家为国 我不愿 也不想让他将军持目 还要遭受奸人迫害 所以我只能如此 即便代价 使我任人唾骂 反正我身上的骂名 已经够多了 多一个又何妨 没理会长姐的话头 我朝赫赫招了招手 来 来姨母这里 谁料她瞧我一眼 把头深深埋进 丫鬟怀里 长姐皱起眉头 你今日怎么这般不懂事 我正欲劝慰 却被赫赫的哭声打断 呜 我就是不喜欢她 他们都说 她是个坏女人 还是小鸡变成的妖精 我不喜欢她 我不喜欢她 话音一落 长姐脸色一变 胡说 谁教你这么说的 她慌乱间 想要捂住赫赫的嘴 却不料 年纪上小的孩童 哪里懂什么该不该说 只哭得更响亮了 哆哆嗦嗦道 是 是爹爹这么说的 文言长姐脸色一白 连忙朝我跪下 童言无忌 望太后娘娘恕罪 恕罪 我看向她 声音不怒自威 你可知 望义太后该当何罪 我若今日放她一马 皇家的颜面 又将放在何处 更别提近些日子 传闻长姐夫婿 夜夜塑在妾室院中 更是有迎娶新人的架势 不妨趁此机会敲打一番 但不知为何 从小娇生惯养的长姐 生了父以夫为刚的性子 此事我不想跟她说 却不承想她 反倒流了眼泪 可是 可是那是我夫君啊 阿易 似是知晓 今日我不会轻易接过 她泪眼婆娑地看向我 你今日若处置了她 我们母子俩该如何在夫家待啊 我不为所动 长姐不知 便是看在我这个太后的面子上 她也不敢对她们如何 正想将各种道理说给她听 却见她变了脸色 更何况 更何况事实便是如此啊 女子之身干涉朝局 这是冒天下之大不韦 是道行逆施 扰乱朝纲 朝中人都这么说 你若处置 为何不去处置他们 连我尚且知道 法不择重的道理 你如何能这般处置她 或许是她慌了神 口不择言 又或许是她 从未说出口的真心话 我只觉得 浑身的血都凉透了 女子干正史无前例 我一向知晓 所以即便诸多谩骂 我也从未在意 不过是下位者不愤 却又没有能力改变的口头抱怨 打不倒我的 只会让我变得更加强大 可当初我同家中决裂 是阿姐不顾父亲责备 同我保持联系 我本以为她懂我 可原来 她也这般想的吗 我苦笑一声 罢了 高处不胜寒的道理 我早就懂了不是吗 我转过身不再看她 淡淡开口 这是最后一次了 张姐走后 我秉退了其他人 一个人呆呆地坐着 不知过了多久 有声响一道一道 从窗边传来 打开窗户 却空无一人 下一秒 有人从身后 将我搂进怀里 没等反抗 熟悉的气息包裹住我 我下意识放松了身体 你怎么来了 身后那人笑着搂紧我 什么叫我怎么来了 我们都好几日不见了 书中有句话 怎么说来着 一日不见兮 思之如狂 她下巴轻轻蹭了 蹭我的头顶 带来一阵阵痒异 我轻轻推她一下 笑骂道 摄政王真是贵人多妄事 什么几日不见 今日早朝不还同我 大吵一架吗 那可不一样 她故作正经 摄政王做出的事 跟我谢随有什么干系 再说了 摄政王跟你作对 那只是暂时性的立场 不同罢了 才不像某些人 什么也不懂 什么也不做 长了张嘴 就知道抨击这抨击那的 这话好像只是 她随口一说 我却明白了 她话中的意味 我压下嘴角的笑意 你怎么知道的 话音一落 她叹了口气 轻轻将我转了个方向 面对着她 我想知道 还不容易吗 李二小姐伤心的方式 这么多年都没变过 我随便一问不就知道了 她搂住我 轻轻将头扣在她肩上 如今世人腐朽 一夜账目 你又何苦气着自己 虽说有些方面 我不太认同你的立场方法 但你的才华我 还是佩服的 不然 她调笑着看我 我怎么能主动爬上 太后娘娘的床呢 我微微一笑 谢随从来都有这种能力 三言两语便能哄得我开心 她还在絮絮叨叨 我盯着她的脸 一阵出神 若当年没有那道圣旨 我们如今又当是何种境遇呢 我同谢随 也算得上是青梅竹马 那时我只是跟我爹去国子剑 看她上课 一去却自觉上当 不过一群皇子少爷 笔划手脚 连马步都扎不住 无聊地紧 我爬上树 偶然间却看到了 在一旁独自待着的谢随 漂亮地跟其他熊孩子 不像一个世界的人 出于好奇 我翻身下 树奔向她的方向 离近了一看 更漂亮了 我不自觉伸出手 摸向她的脸 却被她闪身躲开 她皱着没看我 你是谁 你要干什么 啊 我这才觉失礼 别别扭扭学着 曾见过的文官那样 行了个礼 我叫林之义 你叫我阿义就行 我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我不是故意的 我就是 就是之前没见过你 这么漂亮的人 此话一出 她眉头皱得更紧了 我却极为 没眼力价地 又凑上去 哎 你是谁呀 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她极冷淡地 瞥我一眼 我叫谢随 谢随 我默念她的名字 下一秒 我就想起来了 谢随呀 不就是当今皇上的 包弟吗 出门前 我爹再三嘱咐 遇见谢随 谢王爷要尊敬 冲撞了她 十个你也不够偿命的 看着也没那么可怕嘛 不过 我又说 你还没回答我 你怎么自己一个人在这儿呢 当时的谢随 还是个半大孩子 文言忍不住地落寞 却还是狡辩 我喜欢清静不行吗 清静 我默默回头看了眼 不断传来哀嚎的练舞场 她神色有一瞬间的尴尬 不过这不重要 我一把拉上她的衣角 清静有什么好的 走 我带你去更好的地方 就这样 我带着她去了街市 去了茶馆 还去了最有名的赌方 带完够回去 已是月亮高挂 分别时 谢随难得主动拉住我 她看了我一眼 张口想要说什么 却又闭上 我没了耐心 你到底想说什么 没什么 她抿抿嘴 你 你明日还会带我去玩吗 我爽快应下 她才终于又笑开 然而第二日 却出了意外 一大早 我睡得正香 就被我爹薅起来 谢随病倒了 她要带着我去谢罪 到了荣王府方 一见到谢随 我爹便压着 我跪了下去 微臣拜见王爷 昨日小女不懂事 害王爷染了病 还望王爷恕罪 文言谢随皱了皱眉 白白手道 林将军严重了 本就是本王自己的问题 与林二小姐无关 我爹松了一口气 见状谢随随意打发了她 只与我一人留下 我连忙跑到她榻边 谢随 你没事吧 对不起啊 我没想到 你身子这么弱 我 爱 早知道 一边说着 谢随的神色 肉眼可见地黯淡下去 早知道 我就给你全副武装好了 我看向她 你放心 我下次尝记性了 一定给你做好防范 下次 话音一落 谢随七七爱爱地看向我 对啊 怎么了 我如临大敌 你不会不想跟我出去了吧 她连忙摆手 不不不 我只是怕 怕你也不愿意同我玩 我黑黑一笑 才不会 只要你别嫌弃我就好 从那之后 我常常来找她玩 后来 有一次 我拉着她去酒楼 恰逢将士回朝 我看着楼下凯旋的将士满寒憧 我以后也要成为我爹那样的大将军 上阵杀敌 保家卫国 她看着我 认真地点了点头 我呐喊 我一女子想要当将军 你不觉得奇怪吗 每次我这么说 我爹娘都笑话我 她摇摇头 女子又如何 女子便不能驰骋江场了吗 虽为女子 你不比他们好多男子 身手都强吗 再说了 我这么弱的身子 想走遍大江南北去经商 你也从未笑过我 她看着我 眉眼弯起 正好 到时你带兵上前线 我便守在后方 给你提供军需粮草 我们一起保家卫国 她或许不知道 那一刻 我的心跳得有多剧烈 我摸上胸膛 默默许愿 我们的愿望都能实现 可是事终究不遂人愿 我急急那年 一切都变了 谢随的病突然恶化 人是不知 恰逢依仙谷神医正在京城 皇上重金求医 却仍吃了个闭门羹 听闻此事 我当即去了神医落脚的庭院 传闻依仙谷不依富商 不依权贵 只依有缘之人 可有缘无缘 如何来定 便是无缘 我也定要求来这份缘 那段时日 我不曾吃不曾喝 只知一刻不歇地跪在庭院之前 府中小厮劝过我多次 京城中也尽是风言风语 但我等到了 院门终究打开了 那人走出来长叹一口气 罢了 便随了你心意吧 话音一落 我体力不支 晕了过去 等我再醒来 却被告知谢随从娘胎带出来的病根深蒂固 她要离开京城 远去医仙谷 临行前 她拉着我的手许诺 阿易 带我回来 我们便成亲好不好 我咽下马上要脱口的哭声 重重点了点头 但事事弄人 后来她归来之时 我已成了执掌后宫的皇后娘娘 而她却是皇上的胞弟 那日 她望着我 久久失了一礼 她道 太后万福 临之意 临之意 我回过神 正好看见谢随不悦的神情 我轻笑一声 回报住她 好了好了 我就是突然想到一些事 不是故意不理你的 不生气了 嗯 谢随故作挑剔地应了两声 我一时失笑 朝堂上那些大臣 若见了谢随这副模样 不得直接吓死过去 这般想着 我竟不觉将话说出了口 她哼哼了两声 那群老匹夫才不配看我呢 我成天见他们 烦得要死 今日朝堂上 他们还以老卖老 反对我将兵部尚书一职 颁给状元郎 说着他下巴 在我头上蹭了蹭 像是在告状一般 我闻言从他怀中起来 皱起眉头 谢随 你是认真的 他不解 当然 我何时玩笑过 谢随 我看着他坚定的神情 突然生出一种无力感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朝堂之事 没你想得那么简单 你这般让世家大族 如何立足 他们如何与我合肝 我只知 这世道能者居之 在一位纵容朝廷 就彻底从根里腐败了 他拉起我的手 长叹一口气 阿易 我知晓 你是想保住谢安的皇位 可他不值得你如此 如此什么 我打断他 如此不择手段 他没说话 我知道我猜中了 说不清的怒一袭上脑海 话来不及经过大脑 就已经说出了口 我就是想保住谢安的皇位 又如何 谢安是先皇唯一的血脉 他不当皇帝谁来当 你吗 谢随 我看向他 你不能只是因为你的怀疑 便断定 先皇之死 一定是他的手笔 话音一落 谢随 脸色一变 我突觉自己说错了话 当年先皇病发之前 只见了谢安一人 谢随 一直抱有疑心 只是苦于没有证据 这件事 一直是他的心病 也是我们在根本上的分歧 他从来不认为谢安当得了皇帝 我张口又闭上 道歉的话 没来得及出口 便被打断 他松开我 阿易 这件事 我不会让步 也许我们需要都冷静一下 我没说话 片刻后 有门枝雅的声音传来 是他走了 我苦笑出声 又一次不欢而散 但没有办法 他有他的执着 我也有我的坚持 之后几日 我一直没私下见过谢随 直到壮月郎身死 兵部尚书被我名下之人顶替 他通红着双眼 只身闯入我的寝殿 他面色不善 林之义 你派人杀了鹿眼 是也不是 我不紧不慢地饮了口茶水 没应声 沉默已是最好的答案 谢随怒不可遏地看着我 林之义 你如何敢杀 你又如何能杀 你 没等他说完 我轻飘飘地打断 我如何杀不得 我站起身 一步步迈向他 谢随 我是大权在握的太后 而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壮月郎 我轻笑一声 我又如何杀不得了 可他满腹才华 以心为民 他本 那又如何 我在离他一步的地方停下 一措不措地看着他 我只知道 你不服当今圣上 而他 站到了你的阵营 我看着他笑开 语气里满是轻蔑 要怪只能怪他有眼不识珠 站错了队 话音一落 满电寂静 一步之遥 我同他的呼吸都交缠在一起 可却如同身处两个世界 曾经我们一起走过的路 一起有过的回忆 突然涌上心头 却又渐渐模糊 欲行欲远 欲行欲远 直至无影无踪 再不复见 半上 他才开口 林之意 我竟不知 你何时成了这副模样 哪副模样 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 还是肆意滥杀无辜之人 我本就是这样的人 我笑了笑 没说话 他沉沉地看了我一眼 甩袖离去 他说 我不会再让步 不会再让步吗 我看着沉重的殿门 一点点合上 喃喃出声 那便与我斗到底吧 朝堂之上 突然变得剑拔弩张 每天都会有朝臣 无故惨死府中 一时上下朝臣 人心惶惶 没过几日 慢慢有传言说 一切都是太后的手笔 因为他不甘 不甘执掌这半堂的朝政 他想架空朝堂 自称女帝 这个传言 还是皇帝讲给我听的 说完 他试探着问我 母后如何想 内心的想法 透露得一干二净 我摇摇头 自顾自珍了杯茶 我如何想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将茶推到他的面前 皇上怎么想 他面无表情 但飘忽怨毒的眼神 暴露了一切 我突然笑出声 皇上不必如此紧张 哀家将朝堂收于你手 不更合你心意吗 我凑近他 像是神明在低语 没有世家大族的制衡 没有寒门新贵的清高 朝堂只属于你一个人 你便是真正的九五之尊 不好吗 话音一落 他不自觉笑开 既是如此辛苦母后了 我垂下谋 暗自躲过他伸过来的手 好戏呀 还在后头 一场试探 以双方都满意的结果告终 他接着做起了 自己的闲散皇帝 我则变成了 朝臣人人惧怕的疯狗 见谁都想要养一口 连与我分庭抗礼的摄政王 都节节败退 功成身退那天 京城下了雪 我坐在窗边半上 有脚步声传来 我抬起眸看向对面 谢安已经安坐 自顾自地倒了两杯茶 他将其中一杯茶盏 推到我面前 自己浅着一口 壮似不经意道 母后殿里 今日怎多了善屏风 我浅笑 今日有朝臣夫人送的 说是江南的亲戚带来的 哀家瞧着精美 便留下了 她点点头 确实不错 说话间我余光贴向她 短短几月过去 曾经稚嫩不懂事事的孩子 倒是瞧着长大了不少 就是表面功夫差了不少 野心明晃晃地摆在脸上 先皇说的不足称帝 倒是一字不假 不过 我喝下一口茶看向她 倒也不用她来提 时时误导 如今权柄多极于哀家之手 我瞧着皇上长大了不少 哀家也是时候让位了 话音一落 她连呼吸都乱了 母后此话当真 哀家何时骗过你 我笑了笑 拿起帕子擦了擦嘴 咳手还未放下 一阵眩晕袭上脑海 眼前的人慢慢变得模糊 我却仍看出她嘴角露出的笑 她站起身 一步步走向我 母后是从未骗过我 可是 太晚了 是你给我下了药 我不可置信地看着她 却见她得意地笑笑 当然 店里除了我 还有谁 不过你也不能怪我呀 母后 你若乖乖待在后宫 朕也不会对你动手 她将我从桌边抱起 快步迈向那时 被扔到榻上那一刻 说不出的疼痛 她整个人面目争鸣着 看不出半分从前乖顺的模样 混账东西 朕若是混账东西 那你又是什么 聘机私沉的妖女 还是靠身子上位的剑壁 她冷笑一声 不过一个任摄政王玩弄的胚子罢了 跟朕装什么清高 不过 她笑了笑 朕看你也是真的蠢 朕从前不过随意庄庄 你便铁了心跟摄政王斗 想扶持着我上位 真是个傻子 随意庄庄 我双目泛红 那先皇之死 当真有你的手笔 问题一出 她也不急着如何对我 反倒翻身下去 居高临下地望着我 便是朕的手笔 又何妨 要怪也只能怪那老匹夫 朕是她唯一的儿子 可为何 为何她宁愿将全柄交于你的手中 也不愿给我 她手指抚上我的面颊 笑得轻挑又残忍 所以朕给她下毒了呀 没眼光的东西 不如早点去死 可朕没想到啊 朕还是晚了 不过没关系 她凑近我 朕还有你这么个好母后啊 倒也感谢你 若不是你给朕铺路 朕怕是也不会这么顺利 执掌整个朝堂 我闭上眼 不愿意看她 那你如今又为何不装了 大拳尚且在我手中 你就不怕我接干谋反吗 大拳 谋反 她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般狂笑出声 你可能还不知道 你一个个扶持上位的重臣 可全是朕的心腹 朝廷如今已经成了朕的一言堂 谋反 真是好笑 你有什么能力谋反 她看着我 一字一句是那么清晰 女人呢 还是本本分分地待在后宫中吧 话音一落 她栖身而上 可下一秒 便直愣愣地看着我 我慢慢抽出 刺入她皮肉的匕首 匕首早已变得通红 还逼着鲜艳的血 你 你没 没等她说完 我举着鲜红的匕首 又要刺下 却在半空被截下 我面无表情地 看着眼前的人 我认识她 却又不认识她 我不知道她的名字 只知道她的代号是影七 数年来 她从未再明面出现 这是我第二次见她 第一次是不久之前 我让她躲在屏风之后 她没应声 却一言不发现了身 如今亦然 事到如今 你还要护着她吗 我看着她 这是我向先皇许下的承诺 她还是一副面 无表情的样子 只会循规蹈矩 为了一份恩情 一个承诺 搭上了自己的半生 承诺 我好笑地看着她 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承诺 你便要誓死护着 杀死恩人的仇敌 她的表情 有一瞬间松动 倒还有救 拿着匕首的手 寸寸下压 我看着犹豫的她 与你有恩之人 是先皇 先皇让你护着之人 也是诱识 那个纯良的太子 而不是现在这个 心狠手辣烂到骨子里的皇上 是她亲手害死了先皇 你还有什么理由护着她 听了这么长时间 一旁的谢安 多多少少明白了什么 不提别的 她至少知晓 如今能救她的 只有眼前这个素未谋面的男人 没有 没有 我不是 你救救我 我是父皇唯一的孩子了 你不能不救我 话音一落 影妻暗自使力 将我振开 谢安脸上露出笑意 下一秒却寸寸碎裂 将在脸上 影妻深深看我一眼 垂下眸退至一旁 娘娘请 似乎是知道了 自己没了最后的保护 却又不甘 谢安用了全部的力气 一点一点 向着店门的方向爬去 鲜红的血迹 在她身后蜿蜒 我面无表情 静止上去 给了她最后一刀 鲜血溅了满脸 她彻底没了气息 身子翻过来 她的眼睛大张着 像是不相信 不相信自己的生命 就此断送 明明离权力巅峰 只有一步 可她从不知晓 从前那些路 全是我一点一点 推着她往前走 从前的每一步 都走在断头路上 背对着影妻 我却知道她没走 你能不能帮我 做最后一件事 她没说话 我知晓她答应了 我笑了笑 从榻下抽出来一把刀 毫不犹豫地 刺入自己的身体 又迅速拔出 一滴鲜血 引起眼睛不自觉地放大 我笑了笑 将刀递到她手上 西宫门将这把刀 送到摄政王手上 告诉她 太后反 杀皇上于殿中 摄政王骁勇 守诸太后 鲜血一股一股冒出 腹部的衣衫 已被染得通红 眼前渐渐变得模糊 我不受控地倒下 还有 跟她说 是我对不起她 我食言了 以后这条路 只能她一个人 走下去了 这盘局 是什么时候不下的呢 我已经记不清了 或许是在知晓 先皇留了人 保护谢安之时 或许是在看到 还是太子的谢安 虐杀小猫后 又故作感伤之时 又或许在更久更久之前 笔划手脚的皇子少爷 轻轻松松围观浅将 上阵厮杀以命相搏的将士 却终生不得其位 即便三英数年的将军府 也逃不过 杯酒式兵权的命运 第一次见谢随 我便觉得她不一般 不止因为容貌 更因为我好像看到了 看到了其他人身上没有的 当时的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而今我知道了 那是任性 那是悲悯 更是孤寂 我从来知晓 谢随迫切地想革新 想变法 他真的想从根里改变 改变这腐败的朝堂 可太难了 世家大族错落盘踞 根深蒂固 革新从来都是鲜血淋漓 更何况 即便他都赢了又如何 终究不过百年的骂名 不过没关系 还有我 只是 我看向门外映着红的天 真好 夕阳了 雪停了 昨夜说好的 事成之后 我便去西宫门寻她 可我食言了 又或者 我骗了她 我从未想过要走 也从未想过能活 我只愿 以我之躯 送她一个干净的皇位 送她一场 盛世 藩外 谢随 第一次见到恶意 是在国子见 我从未见过如此之人 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第一次见面 一句话不说 便想来摸我的脸 之后更是气人 怎能行李那般难看 又怎能夸男孩漂亮呢 还挺没眼力见 可马上我发现 她也不是那么糟糕 她就像是那轮金屋 风风火火 却着实暖和 她带我去了很多地方 很多我从未去过 也从未想过能去的地方 那日临别 她笑着答应我 第二日还会带我出去 可这腹残败的身子骨 却出了问题 从夜里便止不住的高烧 但是她来了 却是被她爹强行带来的 没有人知道 那一刻我有多害怕 明明是我自己身体的问题 却最终总是牵连他人 曾经愿意同我一起的 人一个个离开 我本以为她也一样 可她眼睛亮亮的 还带着一丝懊恼 你放心 我下次常记性了 一定给你做好防范 下次 我忍不住地想笑 我们还有下次 还有很多很多次 慢慢地 我发现 她跟我身边的人 全都不一样 那次在茶馆 借着说书人的故事 我感叹地说 若有机会 我也想去经商 想走遍大江南北 说完才觉失策 可谁料她认真地看着我 你一定可以的 那是第一次 有人支持我的想法 是农工商 商牌最末 所有人都觉得 我一个皇室之人 去经商 只是个笑话 更别提 我这么弱的身子 别说是走遍大江南北 光是走出京城 就够我吃一壶 灰溜溜跑回来了 可是我觉得 你很适合呀 她一开口 我才发现 竟将心里 那番话讲了出来 她支着下巴看向我 之前在赌方 你一下就破了庄家的棋 连带着经营的道理 都了然于胸 别人不支持你 那是他们不了解你 你可比他们能吃苦多了 她只是随口一说 于我而言 却是莫大的认可 那一刻 好像有什么东西 在悄悄改变 后来 我们走得越来越近 我慢慢发现 她身上似乎有一种东西 在吸引着我 后来的我知道了 那是我未曾拥有 也很少见到的 要冲破束缚 要改变命运的 浓浓的生命力 我也发现 我好像喜欢上她了 谢随 新月灵之意 可未曾言明心意 意外率先到来 从小孱弱的身子 像是再也承受不住 我能感受到 我没多长时日了 平日昏迷清醒的间隙 我总是庆幸 庆幸我 未曾同她说过心意 我这种短命之人 还是不要耽误她才好 我沉沉睡去 再次醒来 却是在依仙谷 谷主说 是她为我求了一条生路 但这条路会很难走 可我不怕 每次药效发作 连骨头都好像被敲碎 但我从未放弃 我想着 等我挨过去 挨过去就好了 可真等我挨过去 她却早已嫁为人妇 那日见她 心脏跳得如肋骨般 可我不能 我也曾想过 若我回来之时 她早已嫁人 我便直接抢了她去 在江南隐居过好 我们的日子 可偏偏 偏偏她嫁给了 刚世的先帝 我的嫡亲兄长 想念 心悦 刚长伦理 求之不得 种种情绪 重重砸向我的胸口 我久久地望着她 终究压下满眼酸涩 只久久失了一里道 太后万福 但我终究没忍住 在知晓兄长 不过拿她当女儿之时 我爬上了她的床 成了众人口中 以色是人的男宠 但我不在乎 我连命都是她的 更何况本就是事实 但我发现 我们终究还是愈行愈远 腐败的朝纲 盘踞的施加 我欲改革 我欲迎来新生 像曾经的她 可她不愿 一次次的政见不合 一次次的争吵与矛盾 在得知状怨狼生死之时 达到顶峰 我本是不信的 可她的表情 她的行为 我太了解她了 我知道 她默认了 那一刻 我好像不认识她了 我不知道 曾经那个耀眼的林之意 为何变成了今天这个模样 失望 不解 愤怒 种种情绪的最后 我只知道 我不会再让步 争斗正是拉开序幕 可就在 我遇反击之时 我收到了一封信 送信之人我认识 是那传言 已死的状怨狼 而这一切 不过是她所做的局 信上说 谢安谨慎 若要破局 必要破府沉舟 我大笑出声 原来 原来 不提前告知我 只是怕这局 不够逼真 如今时机已到 只等最后那日 宫门打开 勤拿罪人谢安 约定那日下了雪 不过清晨 我便带了人 守在西宫门 可日头 慢慢变高 又变低 从晌午 又到夕阳 却未曾有声响 直到那人 跪在宫门之前 说要找我 心脏跳得不像话 不知为何 我突然有点心慌 见到她后 一切有了解释 太后反 杀皇上余殿中 摄政王萧勇 守株太后 守株 太后 我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原来啊 原来她早就算好了 原来我也是棋局中的一部分 她从未想过要回来 顾不得一旁的谋士在说什么 我骑了快马闯进宫中 她静静地躺在殿中 我一步步走向她 想笑 却又忍不住哭声 阿易 别装了 你还没当上将军呢 还没保家卫国呢 怎么就倒在这里了 阿易 可只有沉默 无尽地沉默 她的腹部开了个口子 鲜血红得刺眼 好像在告诉我 她真的不在了 紧绷的情绪再也控制不住 我跪在她身前 痛哭出声 鲜血染红了我的衣衫 我却管不了 我抱住她 试图挡住她的伤口 好像不去看 便不曾有过 状怨狼不知何时 站在身后 声音掩不住悲痛 太后娘娘生前告诉臣 朝堂腐败 她知 您有变革之法 只是世家大族根深蒂固 以她之死 堵住悠悠众口 她不悔 她只愿四海生平 海燕和清 还望主子早日振作 莫要辜负太后娘娘一片苦心 四海生平 海燕和清 我擦干泪 将她抱在怀里 一步步走向殿外 天际鲜红一片 像是血 而鲜血之后 是一个朝代的新生 后继 前光六年十二月 灵帝谢安驾崩 文帝谢随即位 改元昭宁 同年太后轰逝 葬入皇陵 立无自卑 此后十数年 大兴改革之法 贪官污吏尽尽数惩处 昭告世人 榜上已是十数人 皆动乱之时 太后所诛 同年灵帝密信传出 灵帝是父 且遇杀母 太后大义 宁童死 不愿其掌权 追封皇后 示好忠义 昭宁十二年 文帝驾崩 享年三十六岁 一生未曾娶妻生子 其在位十二年 新科举 众人才 四海生平 海燕和清